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赞 我现在在非洲原始部落 这个是当地部落一个新娘子 这边准备结婚的 这个是她的老公的大老婆 涂了这个红泥粉 准备给这个新娘子涂到她身上面去 里面加了这个牛油还有羊油 搅拌在一起 做成这个泥巴一样 因为涂到身上面它不会掉 它也不会风干的 它保持湿湿的在身上面去 那是这边婚礼的一种习俗 然后她就涂到新娘子的头上 新娘子的头发就已经剃光了 从头开始 这边每一个新娘子都是要把头发剃光的 并且这个女孩子 她这个习俗 抹完这个红泥每天都要抹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太阳下山之后才可以休息 她坐在家里面要坐90天 90天之后她就才可以把这个红泥撤掉 而且这个女性她里面也是没有穿的 就拿个羊皮 就相当于他们的婚纱一样 脖子上面也会涂 手臂 脚臂 还有这个大腿 背后全身都抹 这个羊皮上面 这是抹好的样子 因为有些画面不能给你们照 因为她脱下来的那个没有拍摄 这已经涂好了 家里面的红泥 这个泥液味道很大 这新娘子今年才17岁 脚上面带了两个铁圈 因为她是个孤儿 没有父母 就她送她自己 嫁给这个男的 身后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婚房 这个房子非常简陋 下雨就是下雨 很小很小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婚房 新娘子平时就睡在这边 这个她的老公 她的男人 家里面很穷 她这个是有三个老婆了 这这个新娘子 就坐在家里面 这个房子里面 非常非常简陋 下雨啊 根本挡不住 睡觉都没办法睡 很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